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于12月12号至13号对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进行国事访问 来到越南第一站当然还是机场 我们现在已经抵达了越南首都河内内排国际机场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在机场有很多越南当地的政府官员 以及越南的民众的高举中越两国的国旗 身穿越南当地的民族特色的服饰 在准备迎候习近平的到来 那么大家看到在我们迎候的越南的女青年的身上 她们穿的这个衣服您知道叫什么吗 这就是越南的国服奥戴 大家看是不是和我们中国传统的旗袍有很多相似之处 也体现着独特的东方魅力和越南传统文化的韵味 我们回顾这两年中越两国的高层交往 可以把它形容为双向奔赴的你来我往 如果您仔细观察的话 可以发现这些互动的时间点也是很特殊的 2015年和2017年习近平曾经两次以中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的身份访问越南 而2017年的那次越南之行 是习近平在中共19大闭幕之后首次出国访问 2022年在中共20大闭幕之后 越共中央总书记阮富仲也成为了访华的首位外国领导人 而那次也是阮富仲在越共十三大连任越共中央总书记之后的首次出访 那么这次访问又恰逢中越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5周年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点点滴滴 在重要时间节点上的重要的外事活动 像走亲戚一样的常来常往 恰恰印证了那句话 就是中越关系是超越了一般意义的双边关系 凸显出了中越两党两国同志加兄弟的深厚情谊 欢迎欢迎 热烈欢迎 欢迎欢迎 好我们现在看到专机已经在习近平平稳 那现场的欢迎人群正在等待舱门打开 那么就在此时此刻 大家通过我们的镜头可以看到 在我们的画面当中 越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越南政府总理范明正也专程前来迎接习近平一行 就在今天上午 习近平在越南人民报上发表题为构建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 开启携手迈向现代化的新篇章的署名文章 他说这是我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以来 第三次踏上越南这片美丽的土地感到十分亲切 就像到亲戚和邻居家串门一样 我想这样的表述给人一种非常温暖的感觉 的确中越建立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 将会为整个亚洲的长足进步和木林友好注入更多的正能量 也将为世界的和平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大家从我们的镜头当中可以听到现场的欢迎人群 正在用中文来高呼欢迎欢迎 对这位远道而来的尊贵的中国客人表达最高的敬意 好 现在车队已经离开机场准备前往下榻酒店 但是我们看到现在整个机场现场的气氛依然是非常的热烈 而我的同事也告诉我 在从机场到下榻酒店这一路的沿途 也会有不少的越南当地的民众 还有华侨华人留学生的代表 他们将会用非常热烈的方式来欢迎习近平的到来 大国外交最前线欢迎与我们一同关注